以哈雙方持續釋放人質和囚犯 其中有獲釋的小男孩就說到了 他被關押的時候 哈馬斯會逼迫他們觀看戰爭過程 造成心理創傷 而另一方面 被釋放的巴勒斯坦少年則是說 他在以色列監獄當中 聽到巴勒斯坦婦女被鎮壓和暴力對待 被俘虜五十二天後 三名擁有法國和以色列 雙重國籍的孩童 終於獲釋 家屬表示 孩子除了營養不良 身體大致良好 但透露他們在這段期間 被哈馬斯強迫看攻擊以色列的畫面 過程中一旦有孩子哭泣 就會被武器威脅 讓他們安靜 現在情緒還不太穩定 家屬說孩子還需要一段時間調適 目前正在以色列醫院接受檢查 三位孩童的父親也都同時被綁 目前仍未獲釋 多名騷藻獲釋的人質 也透過第三人轉述 表示被關押的衛生條件很糟 能吃的東西不多 也沒有洗澡 直到獲釋的前一天才換上新衣服 停火五天以來 哈馬斯陸續釋放八十一名人質 而以色列則釋放一百八十名囚犯 而在二十八號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 違反了戰時停火協議 在停戰期間有巴勒斯坦人試圖返回家園 卻遭到以色列軍方砲擊 以色列軍方表示是警告性射擊 因為有可疑的武裝分子靠近 坦克車才開火 以色列軍方強調這段時間還是加強備戰 但聯合國說目前加薩已經有一百七十萬人流離失所 以色列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要求停火協議延長之外 還要增加對加薩的人道援助 世界糧食計畫署則說 從上週五以來 已經運送物資給加薩獄十二萬人 但饑荒的風險仍然很高 公視新聞沈陸培編譯